抗议声浪也在劳委会前上演 因为劳委会主委王如璇之前曾经表态 锁定要将基本时薪调整到115元 基本月薪会调整到不低于19000元 但是劳动人权协会认为 这样还不够让劳工维持生活 希望可以有更高的调整幅度 呼喊口号演出行动剧 高涨的物价犹如锦勒脖子的绳索 如果没有足够的月薪支撑 生活便难以维持 9号劳委会即将召开基本工资审议会 而日前劳委会主委王如璇表示 会将基本工资月薪从18780元 调涨到19000元以上 基本时薪则是从103元调涨到115元 但是劳团指出 依据内政部统计资料 五都的最低生活费用来看 基本月薪需要达到22000元 到25500元之间 才能免于落入贫穷县 我们那一次靠后面 老板就一直用 就是用变相减薪方式面对我们 结果我们领那个钱 到了每一个 不要说父亲点 哪一个钱都一样 我们要养家伙 像目前我两个儿子都读高中 结位快到了 老板一点诚意都没有 这位罗先生来自于苗栗的华龙工厂 但因为资方恶性倒闭 已经三个月没有领薪水 虽然已经在该工厂服务21年 但却只能拿到资钱费16万元 未来恐怕也只能打零工养家 身为父亲的他 只能选择在父亲节这一天 站出来成情 期待基本工资审议 可以得到满意的结果 UDN TV高许妍黄怡金台北报导